好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纽约时报广场发现爆炸物的最新消息 美国纽约警方5月1号晚在时报广场发现一辆汽车后座上有可疑包裹而封锁了现场 那么随后就在车内发现了爆炸物 警方怀疑这是一个汽车炸弹 那么就在刚才有关这方面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现在发布会刚刚结束 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王同业 而同业发布会上都给我们公布了哪些消息介绍一下 看来同业在现场可能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 我们稍后还会和他保持联系 有关事件的最新进展 我们新闻频道也会随时关注